你居住證不能認證 能認證我還至於這個樣子嗎 我早就有居住證了 錯在我 我真的很無語 怪我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鮮血 他就把我的套偷走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1829 片頭大家看到了這位舔共大將 劉樂妍啊 他終於被自己熱愛的祖國同胞 鐵拳 扁到底了 而中共的司法 不好意思中共沒有司法 而中國的法律並沒有借我記他 不僅他到中國的這兩三年 那都沒有賺到錢之外啊 抖音號甚至被自己的同胞倒用 他更是被他的直播公司 欠薪長達了好幾個月啊 像是我們看一下 這篇暖心的貼文吼 我一直覺得夠倒楣了 三年遇到三個拖欠薪水的老闆 呵呵 沒想到攝影小哥 一減 沒比我還倒楣 大學畢業在鄭州找了四份工作 遇到四個老闆 都被拖欠工資 每一次他都去勞動仲裁 導致他現在告老闆 勞動仲裁的步驟 都已經駕輕就熟了 於是一減 依然沒拿到錢 除此之外 他另外一篇的這個文章也說了 他在台灣沒有遇過欠薪 甚至很多公司他待過的公司 都一號就發薪水了 而我們公司啊 也都是一號付薪水給員工嘛 一號如果碰到六日 那我還會提前 30號或是31號發薪水 從來沒有欠過一天啊 員工幫老闆賺錢 那老闆準時發薪 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先帶大家來看這個 劉樂妍被 鐵拳的影片 你居住證不能認證了 你怎麼還至於這個樣子嗎 我早就有居住證了 所以他把我的這個抖音號 認證成一個他們公司的 我不認識的人了 結果現在啊 我跟他吵架以後 我退出了那個公會 可是我這個帳號 被認證成一個 不認識的那個人 現在我不能開這些抖音小店 而且這個帳號 也是一個不認識的人 可是保著我的支付寶 我的電話號碼 抖音卻跟我說 不能改回我自己的名字 不能拿回來 可是都是我一個人獨立經營的 那個公會根本完全沒有幫我做任何事情 就躲走了我的帳號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鮮血 他就把我的帳號偷走了 不好意思啦 雖然你很可憐 但是 我忍不住啦 OK 了解 以上的情況 我們知道 劉樂妍的前公司老闆還反過來指控 劉樂妍啊 逃跑 不做了 捐款逃走 說句實在話 劉樂妍雖然他舔共 但他從來不必會把自己遇到的 迫事 難事 給說出來 對吧 包含他 去年特色管理的時候 也給我們很多境外地道 對不對 雖然他愛中國 他愛中共 但本質上 他還是接受台灣的教育嘛 所以明顯 你們這個直播公司老闆 說謊嘛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中國人不坑中國人 結果 最坑的就是你們自己人啊 對是你們欠辛太久 人家才跑的 合情合理嘛 也符合邏輯嘛 你們應該是善意欠辛 然後劉樂妍是惡意討薪 對吧 有一說一啊 雖然我討厭劉樂妍啊 也覺得他被鐵拳啊 是求垂得垂 而他也嗆過那些表面 要和平的台灣人虛偽 確實他說的沒錯 他說的這些人啊 恰恰也都是在罵 所謂的台獨台派的人啊 台灣人很壞的 小心 小心徵選 確定他不是兩面人 如果他翻車會害死你 他這個 講的台灣人 很壞的 他是在 只要和平不講統一的那些 那些人啊 就是想要賺中國的錢 但是偶爾提的你現在共 表面上他也說中國很好 中共很棒 你要他入籍他又不肯入籍 只要他不敢講統一的 都是雙面人 沒有統一哪來的和平 和平你個垂子 和平就是他們的遮羞布 賺人民幣的遮羞布 對他說的非常的到位 中共說的這個要和平啊 是指台灣願意變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治下的領土 插著五星旗在行政機關上 他才不會發動戰爭 之下 你才有這個所謂的和平 但有些台灣人幻想想 通過所謂的跟中國談 用談了換取和平 我只能說啊 南宋的例子也是這樣 談了確實 也和平了一陣子沒錯吧 但最後呢 都是垂死的掙扎 經國換了皇帝 馬上對南宋發動戰爭 此時的南宋 在這之前 一直以為 只要一直稱臣上共 錢財女人就可以 一直換取和平 你看這個 五子良將五虎將 岳飛韓世忠等五人啊 不是被A死被冤獄 不然就是被罷官 不然就是被搞 搞到我不敢再碰了 也沒有權力再碰 也沒資格再碰 對吧 導致 人家經國說戰爭來 就來的時候 宋國沒有降財 沒有良兵 沒有裝備良好的武器去應戰 也沒有這個長遠的規劃的這個戰爭應對方式 完全沒有 不就還好 經國自己內亂 不然南宋就非常可能在此戰役滅亡 被經國滅亡 而不是被後來的蒙古給滅亡 而女真族可以更早的提前幾百年統治中原大陸 就不用等到後經大清的對吧 所以我只能說 面對專制獨裁啊 獨裁啊 的國家 條約 什麼和平條約 就是麻痹對手的堂一 他想違約就違約嘛 中共連自己 定的憲法 都沒有在遵守 他會遵守跟台灣談的條約嗎 在他們的概念裡面 憑什麼你一個自己的省 可以跟中央談條件 你要搞清楚 你真的和平同意之後 你能不滿中共嗎 你不滿中共 你付出的代價 會比戰爭來的大非常多 而到時候你沒有反抗的資本 你沒有反抗的本錢 現在我們還有 而到時你跪下你還是得面對屈辱 你更會禍害子孫 除此之外啊 還有一件暖心的事情 王剛最近又被一些小粉紅給出征了 原因是王剛啊 在一條影片中指出他們剛剛 S了一頭兩百斤的大豬 乍看之下沒什麼問題對吧 廚師做豬肉的這個菜肴非常的正常 但小粉紅指出你這兩百斤的豬 是在說誰呢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說誰 你有本事說出來 別陰陽怪氣的 齁在搞笑 小粉紅的意思是指 王剛在暗諷當今聖上 因為聖上曾經說過 他扛過兩百斤麥子 十里三路不換肩對吧 所以這代表小粉紅自己先侮辱了聖上 人就說不定還沒那個意思 你們卻指豬為喜 實在太可愛了 過幾天會不會王剛又說 我身為一個廚師 以後不會再做豬的料理了 我看以後在中國身為一個廚師 只能炒空氣了對吧 再說回來 我們可以從劉樂爺的貼文中明顯看出 中國經濟的衰敗狀況對吧 我今天還看到河南懷洋的公車司機們罷工了 原因是他們被欠薪長達16個月之久 快兩年了 大家來稍微看一下這條影片 開公交沒有工資還我血汗錢 來這個事情 其實在正常的國家來說都是非常嚴重的狀況16個月 而我多次在以前的影片都講過 中國各地財政收支非常不樂觀 很多地方 中國的東北中國西部的省份 就連沿海城市的天津直轄市公家機關都在欠薪 公車司機也都在被欠薪 只是說 每個地方人民的忍耐力程度不夠 但普遍來說中國人民的忍耐力 確實比歐美人民甚至比台灣人民還寬容得非常多 那要知道發生這個事情是必然的結果 你看中國爛尾樓四起 很多這個房地產龍頭不是爆雷就是破產 小公司我就不用多說了 你小公大公司都破產爆雷 甚至都快借不到錢的 你小公司怎麼建啊 中國內陸省份的財政收入怎麼來 大部分是怎麼來 中共政府啊村幹部啊 什麼宅基地啊 什麼租屋此類的 租給建商租給開發商 什麼蓋樓盤啊 對吧高樓大廈 那現在爛尾錢收不回來 也沒有公司再繼續租地 而中國大部分的建商都是弄非常爛的材質去做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最好就是蓋完之後你承租個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不好意思你的房屋使用年限大樓 趕快全部在搶財打掉重來 再跟政府租地再去帶一筆錢 你們再繼續買房 就是這樣一直把你們的錢耗空 對吧 剛好碰到特色管理這個資金鏈斷掉 現在全部 爛賬收不回來 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內陸現在最大的財政收入沒了 怎麼賺錢怎麼租地 欠薪這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啊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我分享過了這張圖 為什麼中國內陸負債的多如牛毛 而沿海經濟其實也是受到打擊的 這就是訂單銳減外商公鏈撤走對吧 而前幾天啊 中國中科院大學 宣布延遲發放獎助學金 你看連獎助學金都動到這一塊上了 你就知道 多缺錢呢 至今都12月21號了 錢發不出來 21號了 你就知道中國各地的財政收入狀況是非常的慘烈啦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來說一下小粉紅的勝利啊 還是安慰你們一下吧 最近韓團LOL這個戰隊啊 原本啊 這個這個怎麼念因為我 沒有在關心這個戰隊是GEN.G是不是 還是他全名應該怎麼念我不知道 那原本他們是打算12月30號在台灣跟粉絲見面 但是呢他們在宣傳海報上面指出 台灣是一個海外的國家 我們要去這個國家叫做台灣 這個措辭遭到小粉紅的集體出征 而這個戰隊啊 GEN.G啊他貴 並且聲文發佈道歉聲明指出啊 我堅定捍衛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對吧 接著表示啊 我將取消這次來台的行程啊 台灣人心碎 韓國人貴了 中國又贏了 聖上萬歲 難心吧 所以啊我還是有時候會照顧一下你們粉紅的心情啊 對吧 你看 最後一個 反手一刀 哇 中國贏了 你看八九承認中國贏了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見了掰